五大结构竹笔规律 横为竹笔伸展写长 竖为竹笔冠上下 撇为竹笔写飘洒 纳为竹笔有力度 斜钩竹笔写挺拔 关注我,一起练字吧 练字的三大结构规律 竖域撇纳,竖要伸长在最低 横域撇纳横斜短 因撇纳的伸展属性比横大 右下有勾要突出,向右伸展多一些 记住规律写字,向字瞅都难 手点要居中,点横要分离 上点下数,要对正 下有横勾,横高勾低 下有撇数,撇高数低 软垫玉 下有横并有机会给大家听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